菩萨的法语变洒全世界靠的是我们众生 所以佛不离众生 众生离不开佛 希望观世音菩萨常回来看我们 也希望我们常回家看观世音菩萨 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地修 末法时期灾难太多 人伤我痛 要有慈爱之心 不要只管自己修 要救度众生 记住 要成佛 要成菩萨的人 就必须要救度众生 我们自己要好 我们更要对得起 爱我们 养我们 帮助我们 所有热爱我们的人 感恩吧 多一点感恩心 想一想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共沾法医 想一想每天在医院里 有多少人躺在病床上 过不了明天 我们是多么的幸运 一点点点的不高兴就把自己的佛德磨灭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 我们真正的本性那是佛性了 我们永远不能丢失我们的本性 我们永远要拥有我们的自信 想你们到这里来 我们很快的就能成为菩萨 记住 学佛的目的是什么 学佛就是要成佛 爱众生 爱父母 爱兄弟姐妹 爱你们所有周围人的一切 好好地用心去爱 好好地让自己的慈悲心放尽光芒 让人间充满着慈悲 观世音菩萨就会常住在人间 教导我们 帮助我们 你们每个人以后学心灵法门的 我会跟观世音菩萨说 菩萨 他们的心是多么的善良 他们拥有像观世音菩萨一样的慈悲心 观世音菩萨 你让他们能够在梦里每天看到你吧 给他们增加能量 克服人间的所有病痛 台长法会永远不会结束 你们把台长的话永远记在心中 法会就没有结束的一天 不要懈怨 不要自暴自欺 不要浪费自己短暂的人间 因为我们过去的时光不可能再拥有 所以我们只有困境 好好地努力让自己真正地解脱 完全超脱人间的烦恼 我们才能真正地成为一个活菩萨 最后 海长说一句心里话 海长 爱护你们 爱你们 我永远不会放弃你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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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Auspic